中國大陸在2003年 2005年 發生了兩起毒奶粉的事件 震驚了全世界 結果今年現在 這一些黑心奶粉又再來 又再發生了 這一次地點是發生在大陸的 湖南省 這一次原本是他的家長 因為有些小孩對奶粉會過敏 所以他們特別的用心去看了醫生 醫生還介紹他有特別偏方二 所以這個偏方 可以讓這個奶粉解決過敏的問題 結果吃完之後 這小孩骨骼就越來越奇怪 變得非常異常 然後頭越來越大 然後被叫成是大頭娃娃 家長看了覺得最餘心不忍 最痛苦的是因為這一些大頭娃娃 他們會不自主地搖頭晃腦 甚至還會自己打頭 我們先這樣講 這一次奶粉本身不黑心 很有可能是從醫生到護理師 到這些店員全部黑心 黑心的是他們 因為這一次在稱州 愛因坊是一個 專門賣嬰幼兒用品跟食品的地方 這個狀況是家長說 我家小朋友吃牛奶的奶粉 會拉肚子 會不舒服 那跑去找醫生看過敏 醫生跟他講說 來...我推薦你 這一種免過敏的營養補充品 結果家長不但要多花錢 而且還要特別去採買不好買的地方 到了這個愛因坊 完全接起來你知道 接起來是什麼 他開處方簽 醫生開了處方簽 說你要去買這樣子的產品 到愛因坊 愛因坊店員就說 就這一個牌子 這個牌子叫貝敏 貝安敏 你看裡面有個敏字 感覺好像專門是對付過敏的 所以吃下去 身體健康 降低過敏 然後把你的身體搞得更好 買了之後 喝不了幾個月 娃娃就不對勁了 娃娃怎麼不對勁 身上冒出來很多濕疹 原來不是說有過敏嗎 結果他過敏的狀況反而更嚴重 然後頭變大 變成這個比較像摳樓症 摳樓症就是 體重降頭骨畸形 那因為維生素低 攝取不足 那這個本來都是發生在 很貧困的地區 但為什麼會這樣 我告訴你 奶粉本身沒有毒 問題是他什麼 嬰幼兒需要的養分 通通都沒有 所以是營養不足 所以你等於喝下去 喝飲料一樣 你會讓小朋友喝可樂嗎 你會讓他整天就喝 含糖飲料嗎 不會 結果喝下去 他造成的狀況很嚴重 你知道他嚴重的地方是什麼 你的養分不足 除了這個大頭之外 然後你的神經系統發育受到影響 你的智力也受到影響 而且最重要的是 你想想看 嬰幼兒在那麼小的時候 養分最重要 結果你給他喝的是 他幾乎都不能吸收了養分的時候 你就算要治療 不一定能夠恢復得過來 我看到畫面最驚悚的是 這個小孩會不自主的去拍頭 為什麼會出現這種狀況 因為對他來講 我們這樣講 你原來營養已經不夠了 然後結果你的頭就異常的腫脹 對小朋友來講 腫脹很不舒服 那他手就不能控制的 去拍打... 父母看到多傷心 你看原來是疼小孩 是去特別多花錢買更貴的奶粉 結果現在你造成這個狀況 可能一輩子不能恢復 所以整個稱州市 已經第二次發生了這種奶粉事件 而且最重要的是 家長都是被騙 他們都是多花了錢 而且反而中招 所以我們要講的就是 那為什麼你現在就明白 大家為什麼這個對岸的這些人 為什麼到各地去都要搶奶粉 因為國內不放心 前幾次其實還搶到香港 搶到澳洲 而且那個時候 其他當地的國家都非常不滿 我跟你講 而且是全面性的大家搶 之前他們也有敦目艦隊 就是海軍要到各個地方去 結果好了 不管你是軍人 你是一般人 你到澳洲 紐西蘭 你當然不放心 你家有小朋友 或是你的朋友小孩要生了 你是不是幫他買 囤積就是一箱兩箱 整個帶回去之後囤在那邊 反正你不敢喝 甚至之前還有拍到過 解放軍我們剛剛講的敦目艦隊 就出航到澳洲 就被拍到都在買奶粉 因為他們要買回去之後 讓自己小孩放心 所以現在的狀況 你看我們一路追溯 2003年的安徽布洋 它也是劣質奶粉 它的奶粉其實裡面營養素不足 結果它的內臟功能衰減 也是一樣 因為內臟不足 這個功能沒有辦法達到營養的要求 也類似摳樓病 所以它的頭也變大 後來是什麼 三鹿黑心藍粉 三聚氰胺等等 所以為什麼對岸的民眾 到處要搶奶粉 就是對國內實在不放心 好 除了中國 現在世界上最強的 就是美國跟俄國 任俊哥 我看到 俄羅斯我覺得有點諷刺 畢竟他是世界強國 可是最尷尬的是 當普丁他宣布說 我們俄羅斯 即使每天都是一萬一萬 確診這樣增加 但是我還是要按照 既定的行程來解封 比較尷尬的是 結果他的發言人居然不捧場 當天解封的時候 就宣布確診了 大家很訝異 俄羅斯是軍事強權 他有很多衛星 很多軍事武器 都科技非常先進 沒有想到他的呼吸器 居然會燒起來 還燒死人 這段時間 大家看美國跟俄羅斯之間 大家都覺得說 不能用哥良好一對寶 來形容這兩個國家的領導人 但是他們兩個國家的處境 還真的滿像的 你知道嗎 比如說你剛剛提到說 美國的這個部分 美國現在川普他也一直希望說 他趕快把這個封鎖 把它給打開 但問題是 美國現在的確診人數 已經達到140萬人 而且死亡有8萬多人 那個占全世界裡面 占是非常非常高的一個比例 可是川普他面對他所謂的 經濟的狀況 他才不在乎你這個疫情 所以你看他講的那段話多那個 他說你不可能一直被關在家裡 所以更多死亡數是可能的 政府必須讓國家儘速開放 聽到人民的眼裡面 其實應該是講說 你應該是減少死亡數 才是政府需要做的事情 怎麼會把國家開放 所以大家就發現到 你剛剛說俄羅斯的那個 我跟你講白宮那邊 確診的也滿多的 你知道 而且都是他們這些元首 他們這個周邊的人物 譬如說川普他自己的這個 之前不是隨後他確診嗎 結果現在連副總統彭斯 他的新聞秘書也確診 而且彭斯基本上跟這個川普 其實他們的互動還是密切的 因為新聞秘書 他其實都有時候會工作上 互相流動 我想說秘書報告不是都是貼著報告嗎 對 而且甚至連他女兒伊凡卡的 私人助理一樣是確診 所以大家就發現到 比如說他們不是都會開 這個白宮記者會嗎 川普其實他也發現到說 大家確診這麼多 會不會我旁邊誰誰又中了 所以他居然就要求講說 白宮的這個記者會 他不是在草皮上面開嗎 他所有人通通都要戴口罩 他不用戴 對 所有人 你真的聽到重點 所有人通通都要戴 就我不用戴這樣 而且他把這位記者全部 因為以前其實他們就有一個 拿那個射音的 他現在說那個也不要 就是改成記者自己去 就那個麥克風說話 可是大家就覺得說 你如果旁邊的人都戴 他是不是覺得 反正你們都防護住我 我就不用擔心 所以川普很多人就看到說 他們現在白宮裡面 因為他很多人都戴口罩 可是那個庫許娜 他自己戴的口罩 其實很多人就眼尖就發現到 那個會比較有一次的 那一排字 大家就發現到居然打的 叫做Made in Taiwan 台灣送的 對 台灣送的 因為台灣其實之前 當初他答應要跟我們換的救護衣 到底有沒有來 你這時候不要提起這種事情 川普有太多事情要把 他可能不記得了 但是我們還是希望你要記得好不好 可是你可以看得到 譬如說剛俄羅斯的部分 俄羅斯其實他的確診人數 也滿多的 而且你再記不記得 當時美國疫情嚴重的時候 普丁還講說沒有關係 我們派飛機送物資去美國 那時候俄羅斯的飛機 降落在那邊的時候 還引起大家講說 到底是美國買的 還是俄羅斯捐贈的 但那不重要了 為什麼 因為俄羅斯自己的人數 其實也一直非常一直在上升 可是對普丁來講 他也不在乎 所以你看他又開始要放寬部分的 這個所謂的全國的封鎖 而且直接就要開始 所謂的全國非工作日的時期 他要把它給結束掉 意思是什麼 意思就是他打開了 可是你看這個普丁 他自己旁邊這個周邊的人 比如說他的發言人 他老婆也確診 然後包含到 他自己的幕僚也確診 所以文化部長也確診 所以我都想說 狂人是不是天生有免疫 身邊的人都中了 他自己沒事 我跟你講這就奇怪了 你知道台灣都沒有看到 什麼高級官員的誰確診 他們這些人 我不知道是不是 他們社交禮儀的關係 可是你們也太輕忽了 問題就來了 俄羅斯現在遇到的狀況 就是他之前 你還有能力去送人家 送給美國 他們現在自己很多的器材 是很缺乏了 所以才會有他們 在這個所謂的聖彼得堡 這個地方居然發生火災 而且那個火災 造成五個人死亡 後來再去查的時候 才發現到 他那個火災的原因是什麼 你知道 因為我們就講說 他如果是重症的話 你不要用呼吸器 之前俄羅斯他的呼吸器 其實就是已經非常不足夠 結果他們其實有用到 什麼一個人 可能要用兩個 就是兩個人用一個呼吸器的概念 所以這畫面上 就是醫院燒起來 他整個火燒處 結果人家就覺得說 奇怪 你是火燒嗎 你有沒有看到 你這樣拉近的時候 就看到那個煙霧對不對 結果後來再去查的時候 才發現是什麼你知道 是那個呼吸器修起來 意思是什麼 他不知道是用了 不合格的這個呼吸器 因為他器材缺乏 所以有一些國家 他在缺乏的狀況下 他會拿舊的或者是那種 重複用 對 他給他重複使用 還是超過頭了 這是第一種 第二種是 超過頭可能是第二種 可是第三種是什麼你知道 他那個醫院的線路 電路 沒有 對 他根本沒有整修 或他根本負荷不了 就是我現在用 你想想看那個呼吸器 他所要使用的電力非常大 所以他如果今天安裝了 一台機器 兩台輕力 你這一進去的時候 你的電力就 你的插軸負荷不了 所以整個這樣就好了 但比較悲傷的是說 因為他真的是造成 這個所謂的患者死亡 所以大家就講到說 你這個俄羅斯到今天為止 你們的這個狀況 也沒有改變 普丁的川普的狀況 你們美國也沒有改變 現在兩個都說要開放 這一開放是 你的人員會開始流動 這一流動完了之後 你以為現在的疫情 是已經很嚴峻了嗎 搞不好後面會更嚴重 還好台灣現在的疫情 是整個盪下來 我們已經連續六天是零確診 可是台灣雖然零確診 但是我們為了紓困的事情 罵得死去後來 因為我們政府 就拿了我們上班族繳著稅 然後懲罰了上班族 一毛都不給我們 但是我看到了一個 完全極端的例子 在泰國 你看到 在泰國他們的總理居然下令 要求他們全國前20大的富豪 為什麼要前20大 然後這些富豪 要求他們捐錢 來幫助國家紓困 他們的富豪會照做嗎 他們的富豪當然會照做 而且會一個人捐得比一個多 為什麼 這個時候就要比 我不但有錢 而且我有愛心 我們來看 目前病毒在拉大了 整個貧富的一個差距 泰國在求援 為什麼泰國在求援 原來泰國在過去 它是每年有4000萬個觀光客 到泰國去旅遊 這當中 中國的觀光客 就佔了1000萬人以上 現在都不能去了 沒有錯 所以今年以來 整個泰國 而且泰國現在也呈現封鎖的狀況 所以目前泰國的總理 他叫Paraeong Paraeong他就下了一道命令 他就說什麼 他要求國內前20大的億萬富翁 你必須要動用你的資金 動用你的機構 然後你要去負責開發全國的紓困計畫 為什麼會把這個計畫放到這邊來 後來大家才發現 原來泰國是一個貧富差距非常大的一個地方 窮人非常非常窮 可是這些豪門大戶 日子之豪奢 我舉一個例 很多去過泰國的外國法人單位 他們都知道 在亞洲 因為泰國的交通非常非常亂 泰國那些上市公司 他們在招待外國法人的時候 去到泰國沒有人在坐車的 都坐直升機 都直接坐直升機 所以說他們下了機場到飯店 然後坐直升機載走 載到直接廠房去看 這個都是泰國的上市公司 疫情當中 各位都曉得各地都封鎖 所以很多的民生都非常非常的貂癖 可是我們這時候就可以發現到 那些富豪有差嗎 外國的富豪都可以包小島 包遊艇了 所以泰國的富豪他們是怎麼樣 家裡面的管家 開著整個私人轎車 然後有司機在 然後就各家各戶的美食 要吃什麼他們一樣都去賣 所以這目前來說的話 為什麼帕拉雄 他會說讓整個泰國的有錢人 自己來想辦法 而且泰國這些有錢人一定會捐 敏煌 那他們有錢人 到底多有錢 能不能舉例子 其實我們仔細去看 不管是新加坡 馬來西亞 泰國 菲律賓 他們的有錢人大概都是華人 都同樣的故事 不是他的爸爸 就是他的阿公 通常就是什麼福建 廣東 然後那時候在大陸 非常非常的刻苦 然後到了這些地方來之後 生根落葉 找到一門好標的 然後好好的來做 例如說我們今天要舉例的 這個是誰 我們要舉例的這個叫鄭友英 這個是誰 上泰集團中央洋行的整個集團長 他就是他爸爸 他爸爸那時候從中國大陸過來 他們目前已經接到第三代了 可是這個是有大故事的 在過去買東西不容易買 所以商店就非常非常重要 以鄭友英他們家族來說的話 他們就是跟李嘉誠一樣 李嘉誠他們開什麼 開區城市 鄭友英他們也是 他們最早就是做商場 做貿易 然後後來沿路開開開 泰國的第一家百貨商場 就是他們開的 百貨商場當中最重要的就是 要有各式各樣的產品 各式各樣的產品 一定要有貿易商對不對 可是他們家是在1956年 請各位注意 這已經五四五 六十幾年前 他們是泰國第一家 他們可以在所有的消費者 看到所有的產品上面 貼著標籤 所以在他們之前大家都不標 因為各位都曉得 很多人都去過泰國買東西 去過整個中南半島買東西 去那邊要幹嘛 殺價 他講多少 你喊多少 大家在那邊喊來喊去 所以他們就把這個架構 把它拉出來 大家看到標籤的過程當中 他就知道說 我今天在這裡買這個價 我在泰國的任何一間店 只要是他們家開的 全部都是這個價 所以各位都曉得 李嘉誠後來成為香港的首富 對不對 他們家後面也累積了 6400億的一個身家 上代集團他的年收入 高達百億美金之上 那當然你有了這麼多錢 的過程當中 後面就可以開始往外開 所以通常就做什麼 商場先做 百貨公司再做 後面當然就要開發房地產了 所以他們後面也投資了 他的百貨公司 我覺得一般觀眾 如果覺得有一點距離 如果你講到中間 你可能馬上就會有概念 四面佛旁邊 四面佛斜對面那一間 你一定去過曼谷的人 一定都去逛過 所以你就知道 他們家族的勢力有多龐大 就是到處都有 他們家的百貨公司 去過四面佛 就是在斜對面 就在旁邊而已 然後同時他們還蓋房子 例如說我們現在可以看到 泰國曼谷最頂級的 這個叫做中間公司 這個是頂級的貴婦百貨 我各位可以看到 那個真的是美輪美幻 開得好漂亮 那當然現在不管如何 對這些富豪來說 不管是樂捐 還是不樂之捐 反正來到這個地方 大家一定要捐 為什麼 因為總理已經說話了 而泰國誰最大 整個軍閥最大 當他們要捐的過程當中 每個人都會把錢拿出來的 台灣現在有一個最大的危機 雖然我們現在疫情 整個盪下來 可是在軍事上 有一個很高風險的事情 在昨天日本的媒體 告訴大家 在八月的時候 大陸就即將要在南韓演習 他演習的科目聽起來很聳動 要奪取我們的東沙島 剛好我們六月的時候 也要再做一個東沙島的演習 可是我現在有點擔心 因為聽說大陸的演習 它這一次的規模特別大 我看看我們這一次演習的項目 我怕兩邊好像不對稱 這個說真的 我們現在整個中華民國 這些外島防禦裡面 東沙的還有太平島 本身是我們兩個 所以離我們本土來說 相對來講很遠的領土 特別是東沙 東沙你知道離汕頭才多遠嗎 260公里 基本上大概 那離我們呢 對不起 離我們遠多了 你跟我們大概四五百公里 所以你看 在這個情況下 如果說今天大陸他們八月 要進行什麼樣的演習 他們說目前日本的媒體 掌握的訊息是說 好 大陸要在海南島 進行一個新型態的 海陸空聯合登陸演習 為什麼 因為其實現在中國大陸 它本身在兩棲登陸上的裝備 還有載台都大幅改進了 也就是說他們過去 沒有那種船屋登陸的概念 他們現在也改用船屋登陸 然後船屋登陸艦 或者是未來的兩棲突擊艦 它可以搭配一個什麼東西 叫做氣墊登陸艇 氣墊登陸艇 我跟你講從海上開過去的時候 你做到裡面還有綁安全帶 因為它衝得非常快 它的速度大概可以用四十節 也就是七十幾公里的速度 飆過海面 然後讓它的裝具 可以從兩棲登陸艦 不管是船屋登陸艦或突擊艦 到路上的過程中快速移動 另外他們現在也大量使用 開始使用直升機 也就是他們把美軍這種 垂直登陸的概念 開始把它引入 也就是說美軍在大陸 在建立他們新的 海軍陸戰隊的模式上面來講 完全施法美軍 就看著美國人怎麼做 他們就怎麼學 在這個情況下 好 在東沙島 其實東沙島它本身 對我們的防護來講 它跟南海的所有島嶼一樣 基本上來說它都是一功難守 也就是說因為它本身很平坦 如果說對方真的要上來 說真的 我們現在上面什麼的守備實力 200多個海巡的官兵 海巡的官兵要操作什麼東西 包括像120破砲 120破砲 破幾砲 然後還有這個40的波弗之砲 然後另外還有一些像 槍榴彈 火箭等等 基本上太平島的狀況也差不多 但是就是說國軍搞什麼 雖然說是海巡駐守 因為我們也可以強化我們在這個 島嶼上這個守衛的這個實力 對不起 我們每當 希望比如說裝個防空飛彈 或弄個反艦飛彈幹嘛 美國就會不行 你們這會破壞區域 這個和平平衡跟穩定 所以基本上來講 我們在這些島上 基本上都是部署一些傳統的武力 那傳統武力夠守得住嗎 其實說真的 放到這個狀況 目前我們國防部 他昨天是講 他說他們現在會協助海巡署 來強化他們守備官兵的能力 還有一些武器裝備 但是以目前來講 如果說今天要強化太平島 或東沙島 大概都還是以這種傳統的 這種火炮性質的武力來比較多 不過當然在這段時間 美國海軍他其實也沒有閒著 我們知道之前因為疫情嚴重 全美國海軍那時候 在一個月月前 時間往回調一個月前 他整個海軍只有一艘航空母艦能動 兩艘 一艘杜魯門號 一艘艾森號 艾森號在中東 整個太平洋的航空母艦全部打烊了 最近5月來了 春桶花開了 美國海軍太平洋艦隊也復活了 你可以看到他太平洋艦隊裡面 包括像林肯號 然後還有距離我們很近的 雷根號還有另外一艘尼米茲號 三艘航空母艦都重新回到海上 當然未來尼米茲號 他可能在經過整合訓練完成以後 我個人認為他應該在這個月底 或下個月初會經過台灣附近幹嘛 他要去中東替換在中東已經執行的 艾森號航空母艦 當然像雷根號 他就會在這個區域之內 執行他在西太平洋這個任務 然後讓美國 可能在5月的下旬的時候 可能可以在西太平洋地區 集中兩個航空母艦打擊群 然後展現美國在整個區域中 太平洋艦隊裡面的航空母艦又復活了 不過當然回到我們東沙島 我們剛剛講到 東沙島的問題就是 距離大陸太近200多公里 然後第二他如果說大陸他本身要來 真的要做這樣一個事情的話 對他來說是易如反掌 但是我覺得他本身如果今天 他要對台灣要提升他的 某種程度來說 提升他的威責的可信度的話 我並不認為他會直接會 對東沙島動武 但我們剛剛前面講到的 在海南島的演習 是要對他未來如果說 需要動用到兩棲作戰的時候 因為他現在已經完全 司法美軍的兩棲海陸的三棲 甚至垂直陣路都包含進去 他必須要開始熟悉新裝備 熟悉新的這種載台 然後以及熟悉新的戰術戰法 如果我就說他如果說 今天他真的要來動我們的東沙島的話 我個人認為反而對於他日後 真的需要用到武力 來解決兩岸問題的時候 其實並不是一件好事 為什麼呢 因為他太早就讓大家知道 他真的會動武 這個時候我們就會 我們跟美方都會 在這方面來說 會聯合起來 強化台灣的防衛能力 好 現在美中的疫情 尤其是美國疫情現在說非常嚴重 但是美中貿易戰 感覺好像要準備要捲土重來 但沒有想到最近同一個時間 美國跟中國同一個時間 都針對稀土來出招 為什麼他們會同時間 來瞄準了稀土 休息片刻 馬上回來